台中有一名平面模特儿跟男朋友骑机车出游 但是不幸车祸被撞成了植物人 双方是以1500万元和解了 不过由于男方并没有财产 女方转而向男方的爸爸来求偿 同时也申请假扣押 不料男方的父亲以反担保金解除假扣押之后卖地 女方质疑他们是恶意的脱产 还不负担应该有的赔偿 躺在病床上 阿嬷相当不舍的为孙女按摩 拥有匀秤身材 面容较好的张姓平面模特儿 前年和同为张姓的男友骑车出游 不过却因为车祸撞上护栏成了植物人 双方在欠下1500万元的和解书 不过由于男方没有财产 女方根本没有拿到钱 而女方认为男方父亲因为有借机车 给无造的张姓儿子的连带责任 因此转而向男方父亲求取600多万元的赔偿 并且还申请假扣押 但是张姓父亲日前以180万元反担保金解除假扣押之后 立刻卖土地得到了2400多万元 女方认为他们这是恶意脱产 不过据了解法院认为张姓父亲卖地合乎程序 目前女房仍将向法院申请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